大家好,我是白胖碎碎念,我们来说下中国古代宫廷女子的魅道事件。 汉景帝前缘四年公元前153年,长公主密告立基,斜斜魅道,于是景帝日渐疏远,施展魅道却被打入冷宫的阿娇,为求皇帝专宠宫廷,密修香爱树,埋头发,吃怪药寄药,治食宠也要治得宠。 古代女子魅道最富爱情,转移魅道是古代妇人所用的一种方法,使用这种方术可以化解失宠和困境。 这里的失宠和困境主要是指夫妻关系而言,魅道在古代的宫廷和上流社会中很流行,它与美人计不同,美人计是把女人当成商品送出去,一般不是为了女人自己的幸福,而魅道则是女人自身发挥,目的是获得爱情和婚姻的美满。 魅道根源为求皇帝专宠魅道,流行宫廷古代的方术家言,女性性度,千金方记载,女人事欲多于丈夫,慈恋爱增,极度优惠,染住奸狼,情不自义。 那么古代女人究竟极度什么,而且到了不能自拔的程度,其实她们主要是极度丈夫纳妾,或者是丈夫怡情别恋,这类女性在封建社会就被称为度妇。 当然这种称谓对古代女性来说,是极其不公平的,而魅道实际上就是度妇抗议丈夫不忠之术。 古代的魅道主要在宫廷和上流社会中流行。 史料记载,公妃们的竞争以争宠和求子最激烈,当然希望得到皇帝的宠爱,更希望得到皇帝的专宠。 另外,就是期盼自己给皇帝生个儿子,进一步设法让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。 可是在当时的后妃制度下,能受到皇帝的宠性已非易事,更何况是皇帝的专宠。 由于皇帝的后宫太大,于是皇帝的感情容易转移,而生儿子更非人力所能决定的。 于是为求主人专宠,宫中女子便流行魅道之术。 魅道方法魅术与魅妖既要致失宠,又要致得宠魅道。 具体来说,包括魅术与魅妖两部分,依心方相爱方记载了如何让夫妇相爱、家庭和睦的秘方。 这些秘方大致可分为三类,相爱术、相增术和止度术。 此去活来之相爱术主治人群,嫁妇不为夫所爱者,即失宠的妇人。